每一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都深深地触动了在场的观众 而神韵分秒不差协调一致的演出 让台中观赏神韵的现场观众发出赞叹说 仿佛就像是神在跳舞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真的真的他们也是人 他们做好像神的事情 可以分秒没有差错 神韵艺术团已经连续四年感动保险业写礼毛荣彩 今年特别从台北坐高铁到台中观赏神韵 我很佩服的是每一个都是主角 因为常常一个表演有个首席 可是我发现后面的舞者 他的跳的舞姿 角度劈腿的姿势 他都是一样的认真 而且他动作几乎零缺点 那个零缺点从天幕进去回来 他这个接得可以天衣无缝 同样也在保险业的驱经理李佩荣 带着期待三看神韵 非常喜欢 我觉得每次来眼睛就会维持一亮 就觉得这色彩的搭配怎么那么漂亮 就觉得很漂亮 每一次来就觉得收获非常多这样 在看表演的时候 我的嘴巴是往上扬 就觉得笑笑的 就觉得好漂亮 就是那种雀跃跟那种期待 除了高科技的动态节目 紧凑的演出 毛荣彩看得意犹未尽 我觉得声光啊 音乐啦 音感啦 还有内容 还有主题 还有精神面 我觉得他都一次可以表演出来 很不容易 因为短短不到两个小的时间 能够把这五方面通通呈现出来 那一游未尽 我觉得这个一游未尽 就期待明年再来一次 一游未尽 每一个与神韵相遇的观众 也都期待来年再见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又铭 叶喜红 台湾台中报道